因为这个村子很小 也就是说 我们住在他们家的旁边 有他的爸爸的哥哥家 所以我们每天都 摄影机都是不停地在工作 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很少 拍摄很少中断 只有时候比如这个人 他会很累 拍的人要休息一下 然后换另一台摄影机 有时候比如大家 身体状况都很好 这时候就是说 可能会用两个摄影机 同时来工作